京城跟唐人的解约关系再度败诉 也就是说他还是唐人旗下的艺人 跟公司闹成这样还不能解约的话 这个艺人可能就是毁了 在他提出的诉求中就有一条 公司的大戏《三国机密之前龙在渊》不让他演出 虽然他16年提出解约 这部戏17年才拍 还让他加入的诉求不合理 但也足以证明唐人这部大戏的重要性 《三国机密之前龙在渊》这部片是根据马国庸 彭宁历史小说改编 唐人影视出品 由达志和郑伟文联合指导的古装历史剧 由马天宇、韩东军、万熙、董杰、王阳明、董璇、韩剑次、谢君豪、王玉文和汪小明等主演 该剧讲述了曹操迎奉献帝于许都 携天子以令珠之时 汉献帝流邪周璇列强之间 与同道携手复辟汉士的传奇故事 作为一部史剧 剧组邀请通晓三国历史曾指比军师联盟的编剧《长江家盟》 导演泽游曾指导过《怪侠一只眉》、《无心法师》、《秦时明月》等作品的由达志与郑伟文两位导演联媚加盟 造型指导关启文、美术指导新汉曾打造过《女艺名飞传》、《贵中美人》等多部作品 原著是著名IP 设置组是唐人的好剧班底 请的演员都是有演技的那一种 在拍摄期间 无论主演还是群演 都接受了系统的汉潮礼仪培训 剧照全都是正剧感 足以让人感受到穷堂在这部戏上吓得苦心 甚至自己独立制作的大戏 主演除了寒冬军以外全都是其他公司的人 而且无论名声如何 都是实力派 自家一哥寒冬军甚至还不是男一号 男一号给了马天宇 那么 这部戏能成为唐人的翻身大作吗 你觉得能不能 你纽 specific人 大文化 river hall 井 世襪 沙 坊